问候李洪志师尊 感谢法轮大法 2014年新年的曙光溅露 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 与民真相的民众 纷纷通过明慧网 以发自心底的祝愿 自制的贺卡和视频 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 传递最真挚的问候和无尽的感恩 也许有人会问 在一个信仰稀缺 物质化了的时代 是什么原因 使这么多大陆法轮功学员和普通民众 在佳节之际 感冒被迫害的风险 也要突破封锁 向李洪志先生问候致敬呢 如果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到绝路 掉进了深谷悬崖 突然有一双巨手将你挠起 给你洗净污秽 邻你走上正大光明之路 又赐予你生命永恒的幸福与荣耀 不要你一分钱 不收你一份礼 甚至不要你一句感激的话 只要你那颗向善的心 师父的恩德万此难报几一 这位内蒙古大草原的法轮功学员 为能向李洪志师父元旦献礼 感到无比荣耀 无比幸福 无比风光 无比自豪 我们虽都没有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 没亲见师面 但感觉师父时时就在身边 用大法的法理照亮我们的心田 使我们能在灼浪中 在残酷的迫害中 尽随师父 勇往直前 河南落河的全体大法弟子 盼望着那一天 在众生万物的瞩目下 灿难阳光中 李洪志师父与大法弟子 再次相聚于中原 这也是所有大法弟子的心声 这些突破中共重重网络封锁 传至海外的感恩与颂扬 见证着大法师父的巨大道德感召力 让人看到任何谎言与暴力 都改变不了大法弟子 纯正坚定的信仰 见证着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彻底失败 弗莱赫卡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业 也包括中共控制最严厉的军队四中部 各大军区 军种 武警 国防军工 政法 司法 警察和政府等户门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全体大法弟子叩谢师尊 在中国大陆如此险恶中能走到今天 我们内心中都知道师尊的承受和复出 用尽人间的语言 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 用什么也无法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 我们唯有按照师尊的教导和要求 在大节到来之前尽量多救人 兑现史前大愿 鲁中地区司法系统大法弟子 感恩师尊无微不至的慈悲呵护 使弟子从艰难困苦中走了出来 如果不是师尊分分秒秒的慈悲呵护 弟子寸步难行 因为弟子心中有了大法 在任何环境下弟子才不会迷航 任何邪恶因素在伟大庄严的佛法面前 什么也不是 弟子庆幸成为师尊的大法徒 一切都是师尊赐予 请师尊放心 弟子会更加精进 多救世人 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 每逢佳节被撕清 一些正被非法关押 遭受严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也突破重重的阻隔 向师尊发出节日问候 他们虽身陷灵悟 历经磨难 人无怨无悔 坚守正信 慈悲救人 山东青岛 焦州市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 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能够成为大法弟子 是我们无比的荣耀 在此为将永恒的感恩与公祝 献给师尊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在特殊环境中 一定谨记师尊的教诲 一定修好自己 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 不忘践行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 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法轮大法修炼者遍布海内外 他们走入大法的原因不同 修炼的心路与经历也各不相同 但从这些纯朴的赫卡、赫词中 不难看出他们都从大法修炼中 洞悉了生命的真谛 身心受益 他们都已能成为大法弟子 助施救度众生 而无限荣幸与感恩 在十四个春秋的连霄风雨中 法轮功学员不畏艰险地揭露中共谎言 告诉世人真相 让越来越多世人认同法轮大法 并声明退出邪党组织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因此得到福报 遇难成祥 佳节来临之际 他们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 感念大法的救度 赞颂真、善、人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辽宁府顺清源县大洪水中得救的世人 叩谢大法师父救度之恩 他们说 我们都是清源县南口前镇居民 通过大法弟子传福音 明白了慈悲的李洪志师父万般辛苦 传大法 是为救度众生 我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牢牢记住了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在2013年816大洪水中 我们得到了大法的护佑与拯救 借助明慧网平台 以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 山东某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 与所有亲朋好友 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慈悲救度 是您让大法弟子向人们传递真相 才使在中共邪党欺骗下 浑浑噩噩生活了大半生的我们 如梦方醒 邪恶的无神论在毒害着中国人的心灵 我们衷心希望慈悲伟大的李大师 将中共邪党这颗毒瘤 从中原大地上清除 让真、善、人的种子 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让人的善良本性复苏 人类才能有继续生存的希望 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这特殊历史时期 希望这些发自内心深处 向李洪志师父表达坚信与得度的感恩 能让更多人认同真、善、人、宇宙大法 从而开启进入新纪元的机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